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4月16日 刚才收看了几场自媒体的直播 或者录播的节目 现在最有看头的就是海外的自媒体 因为自媒体它本身没有官方背景 但是它可以通过民间搞到一些新闻来源 也就有的是有独家的猛料 那么官媒呢 官媒王这撒谎 如果是海外的大派媒体 它往往又比较慎重 采访的时候 必须有两个独立的新闻来源 正式才能当真 自媒体就没有限制了 因为有些人 他过去没有从事新闻经验 思想也不受舒服 大胆就报道了 有的时候报道错了 有的时候对了 今天看到蒋网正小朋友 做的一个视频披露 现在呢 虚文光担任了中央中共 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这是一件挺大的事儿啊 为什么现在是菜鸟在负责 但是 菜鸟你想过去是习近平的一个老同僚了 他的老部下 也是这个福建邦的一个典型代表了 现在这个虚文光寺浙江 这就涉及到什么呢 这个西家居内斗 就是李克强的派系 李强的派系啊 和这个西明原先的派系之间的争权夺利啊 在这个政治舞台上没有永远的铁杆的好朋友 只有那共同的利益 这一点值得关注啊 所以他据蒋网正披露 说是这一次西明到广东去访问 具体形成的安排 都是由这个虚文光来操作的 说西明对他挺满意 那么虚文光是谁 给大家看了一张照片 我从网络上查的啊 我只是我善意向年轻人学习啊 而且咱们讲明新闻来源啊 呃就这个人 你看啊 虚文光就是他啊 这是一个新兴的官僚啊 也就算一个中共官场政治新兴吧 那么他是怎么回事啊 我是通过维基百科看的 因为我没在这项工作 咱们讲不好 那么我看到这个维基百科介绍啊 他是1968年10月出生的 江西诸基人 90年8月参加工作 89年加入共产党 1月份啊 也就是8964年一年加入共产党的哈 随后就爆发64了 90年必须毕业于 稍兴高等专业 呃高专 他高专毕业的啊 管理系秘书专业 这个据这个蒋港正教授 在那个地方一般来讲能上中专的啊 呃基本上都是人才啊 可能当地那个交易体制不一样啊 后来这个人他根据媒体的简历介绍呢 96年4月 他是朱基物价局副局长 那98年呢 他是凤桥镇的镇长 你看凤桥经验 毛泽东当年不叫凤桥经验 习近平就喜欢这些东西 所以习近平搞这套东西 给我感觉还是李强的参加很多意见啊 说2002年胡温时代他担任这个玉寺呃 担任上玉寺的代市长 03年呢担任市长 06年呢任富阳市的市长 也就一直在浙江找来找去的地方啊 06年是富阳市的市委书记 也就是说党政他都干过一把手 县级市呗 对不对 那么12年杭州市副市长 14年杭州市的常委 渔航区委书记 因为那个杭州就是大城市了 对吧 区委书记那拐也不小了 而且那个地方是上有天堂下有塑化 有钱的很啊 是个好地方 16年任渔州市委书记 这个代市长啊 后来是市长 18年他到了书记了 你看他两个两个城市啊 你看他都当了128首了 当过了 那18年他当选13届人大代表 那么21年 他是浙江省副省长 就在这个位置上 习近平把他调过来 说他来了以后 他这情况就不一样了 他现在是听命于这个李强的了 也就是说 蒋王正认为呢 就李强的势力就如日中天 他对李强很看好 我不太看好啊 坦谢李强 但是当然我不了解浙江了 有可能是坐井观天了 因为人家在浙江生活了很久啊 在官场上呢 可以这样讲 很多事了如指掌 这个确实了不起 因为什么呢 你凭着任何事情 你必须了解才行 我只能依据媒体的报道 去下议论 那么这说明什么 说明啊 这个习近平 现在一部分权力也仗给了这个李强了 那么李强现在的这个工作应该讲 从我观察 呃 唯一的亮点 就是能把马云忽悠回来 好 这可能和他早年和马云交情有关系 另外还就给我感觉他在还是在沿用就是李克强的过去那一套啊 你就没什么大的本事 我认为你看那个今天看到海外的这个万维网有一篇文章啊 专门讲这个事情 这篇文章是新唐人写的啊 他说李强从体里和强老店就业行驶冲击中南海啊 你不管谁上来 你不当家 不知财米贵啊 你就知道这个工作经济现在完蛋 就洗兵搞的 是吧 洗兵搞了十多年了 没抓经济 他也没有本事抓经济 就忽诊 所以造成经济啊 专门的滑坡了啊 说日前呢 这个李强在国务院会上强调前李克强提出的啊 老店从谈就今年城市和农村面临双双双双双的就业挑战 其实今天媒体也在讲啊 大学生毕业会找不到工作啊 不稳定形势支闭中南海啊 他讲到这个4月14号 我李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 重点讨论当前就业稳定的紧迫性 特别强调指出 认真做好高校毕业生 农民工重点群体的服务 因为你不要忘了 马上六四就要来了 每年六四纪念日 中共就感到恐慌啊 说早在一个月前 两会报上李强 李克强就已经30多次提到 就是稳定 工作的稳定啊 民生基本盘等等啊 说4月14号 中国最大城市上海 技术高校的就业 统计数据令外界感到担忧啊 说这个现在平均就业率 才多是百分之32.8% 这是非常精确的啊 说4月14号统计的 那么4月11号呢 上海海洋大学毕业生 就业率才百分之14.83% 那哪怕那一半也行啊 说其中本科生为18.64 研究生是17.27 100个研究生出了以后 找到工作才12个 17个人 这很不好 这很麻烦 上海海洋大学 作为双一流高校 本科生研究生分别比上海高校 平均就业率低 百分之17.97和7.12 许多中国网友之虎 惨不忍睹啊 确实 你要没有工作 就会出现这样几种人 一种是自暴自弃 有的就像那天门山一样啊 这个跳起来 自杀 那另一种人 破坏社会 驾车冲撞 无差别群体 我死了 拉几个垫背 我不好 让你们也不好 这有一种类型 还有一种什么 小我妈从小就讲的什么 小孩子 你打不过人家 打 惹不起 还不能 还夺不起 因为咱家受受欺负 就是从小咱爸爸 这个是对咱们采取什么 暴力阵压 一不老就阵压 小孩不都害怕 爸爸是吧 在家呢 生活艰难吧 是吧 是小孩长得又稍微小 邻居呢 长得生活好的 局长的孩子 什么呢 有钱的是吧 也不是太有钱 当时就算有钱的吧 欺负咱们 那么咱妈妈就要咱们躲 现在不有一份人 就润出去 就随意躲出去了 对不对 就分这么三种人 实际上 整个社会啊 这个形式和 我们大学毕业那不一样了 那时候一毕业 都有好的工作啊 那时候说心里话 可牛了 走路都是挺胸抬头 大学毕业 一毕业以后 牛的狠了 都分到市委政府好地方 这个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我上个节目 曾经讲到 都在拖关系 从后门 当然你 你爹你妈 如果能靠上西家军 是吧 西远平 那当然行 是吧 你靠不上 靠李强也行啊 这篇文章讲啊 他说这个 要命的是上海顶尖大学 去年就学形势也不假 校方发布 上海交大 都有名学校啊 毕业生协议就业率 才65% 是协议啊 就签了个协议 其实落实很难 复旦大学 毕业生是65% 选择继续升学 就业率只有 21.42% 所以有些 有文化的大学生毕业后 就看翻墙 看海外媒体 你比如说今天 海外媒体就披露了 62个基督徒 是吧 辗转了三年 颠沛流离 先到韩国 后到泰国 先来到美国了 现在已经非常幸福 在美国 德州东部定居了 这就行了 再过十年 又分出 这个 369等了 即使来到西方 有的人 可能人就发展起来 有些可能还不行 还是类似现在 就是有的人 可能拿点难民纪 那不行 所以说 你出来以后 改变了环境 要浓力 我借了个机会 给他们提个建议 就是我要的 刚来的时候 没有人给我提这建议 不懂 就在美国 加拿大 最好的工作 你要是如果 文化水平不太高 不怕吃苦的话 你就赶快到 有的学校 学三年 还是两年 就是随暖工 电工 这是最挣钱的 而且潇洒的很 放盘电话就行了 到处就请你修下水道 因为这里房子 耗子都是旧的 跑漏低 低跑漏就经常的 这漏水了 墙一个窟窿 再不放点 咔嚓咔嚓响响 就是你学这个本领 我告诉你 这是大钱 而且来了以后 人家都不收支票 它就是一百二百 全是现金 所以你超钱 超有钱 再就是 这个修电灯的 电工 还有什么 这个 就是修屋顶的 也就是师在在做的事 修草坪的 还有后院的喷土 就是那个喷泉的 等等吧 我认为 这个很好 你就学这么一个 那我要是不懂 我知道那时候 刚来的时候 这个人一请去 什么这个场合演讲 那个场合就参加会 你就当盘菜 把时间浪费了 真正踏踏实 就像那个 香港那个 司徒瓦老先生 当时讲的话 但他给我建议 是个笼统的建议 他说 你要真正热心 中国民主啊 你出来先首先 找到一个工作 有正常收入 你再从事运动 再从事民主 有条件的话 所以那时候 咱们就转变 后来咱就 什么咱也不参加 大大事实 家人都是做点事 考个牌 这个都要有牌 有执照 这最重要 62的基督徒 去了以后 你再也不能靠别人了 对吧 你也不能整天 以这个运动为生存 这个可以关系 适当的 依据你的情况 你整天跑这些东西 你说能行吗 在这国家 已经都实在在的 人家马上 马上把西方 把关注的目光 又转向新的人 新的受难者 比如今天 各位会儿会讲 余温生和许业又被抓了 发广刚刚报道的 这时就需要你踏踏实 做生活了 因为这里宗教也自由了 你周末星期六 就到教堂就行了 没有人去打压你 是吧 然后其他时间 你就好好考牌 今天你要听我建议 十年以后 五年以后 你就成功了 就算学 好像随暖 听说三年排 认真学 我认为都能干得很好 这才是 加拿大据说 前十位有钱人的职业 就包括随暖工 太好了 你就干半天 那半天你愿意游行 你还是哪游行 啥游行 你愿意搞运动 帮助别人 去帮助别人 所以这是好事 我借这个机会 我要讲李强 回到李强 说今天三月份 28号 腾讯发表了一篇文章 讲到什么呢 清退令背后 八千万超令农民 无功可打 无地可依 无休可退的文章 讲到中国老百姓 农民 他跑不出来 我相信这些人 能出来的话 到哪个国家都能生存 在加拿大 太容易找工作了 好好干就行了 是吧 不行 给你当搬运工 就是你搬家 我就给你抬扛 到了建筑工地 给人家抬水泥 给人家搬瓦 当小工 也很好 真的 很舒服 真的 干半天到仇私打工 最幸福 领导就怎么办 做就怎么做 是吧 你在里边做什么都有 你做点手工 一理所能及的 是吧 一干一整天 下班都好 一睡觉 哎呀 是不是 到周六 这里的工人 这个特别受到尊重 和中共国不一样 你别觉得这里 打工的时候 好像觉得低人一等 一点不一定一等 是高人一等 工人阶级 谁不敢斗工人 动不动罢工 老板见了工人 腿肚子都算劲 是不是 那可不是说 中共国那种 工人受欺负 这里不受欺负 这篇文章讲 今年上海天津江西四川 广东先后发布了清退令 仅止60岁以上的男性 50岁以上的女性 从事建筑工地工作 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时候 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数字 2.93亿 平均年龄41.7 50岁以上的占27.3% 将近8000人 说是清退令 对超过60岁男性农民 一律仅止雇佣 也就是说 近8000名超令农民工 面临着 无功可打 无敌可疑 休养 退休与养老苦经 在退休 他没有钱 你怎么生我 正当年50岁 是不是 说劳工 这个社会研究的学者 王欧分析 许多农民工 城里没活干 回家种地没有退路 因为很多工人 老家的地被征用了 尤其前几年 说地方当局 实行城市建设用地 增结 挂钩政策 大量远离城郊的农民 比征地 搬进了楼房 里原来的耕地 越来越远 失去了继续物能的条件 说从南海面临 这个空前的挑战 在这个情况下 你说李强他怎么办 他只有沿用李克强 这一套了 是吧 他再想和李克强 杠的呗 他只能把李克强人 换起来 换成自己的人 至今上去 还得学习李克强这一套 什么民生基本盘 说实话 都是这一套 这里就讲了 这个颜存沟先生的观点 他说过去三年 中共实施严苛的清零冷策 重创中国经济了 国企和私企巨头 频频裁员 降薪 中小企业密集倒闭 制造业用工量 类减 农民工陷入了绝望了 颜存沟讲 他说 四十年来 中国农民工 数以一计 他们的身和观念 基本上已经城市化了 早已习惯城市的繁华 对农村的工作生活 没有了概念 再也无法回到从前 你心里想把他赶到乡村 你不可能 你叫那个知识青年 上上下乡 他更得造反 你叫那个知识青年 你叫那大学生 研究生 让他们下乡 他心想 我下乡 我下乡 我下乡不如我跑了 他已经和我们当年不一样 我们那时候 不知道香港在哪个地方 真的 我知道 我是七四年下乡 到了七八年 那年初 我才知道 到内蒙可以当土匪 当土匪挺好 有饭吃 还挺自由的 完了点 就有人讲 说 咋咋咋跑得了 这太苦了 我说咋咋跑 往赤峰内在 就是内蒙 我怎么好 他 可以当土匪 我当土匪 这个名声不太好 管他了 咱干他一把 咱年轻 行 不是你先研究 这些路线 咱到这再走 那时候讲当土匪 幸会 一下 改革开放了 一下 毛泽东死了 搞改 华国锋 开始恢复高考了 一看 要考试了 走正路 要不 我本人早就 在那个年代 当土匪了 我现在早就 埋地下了 当土匪还能不出声 那时候 不知道有香港 也不知道能偷渡 我又知道 哥们一 一杠就跑了 出头一愣 那时候思想封闭 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在你在骗着 年轻人上了 下降 广阔天地 练风行都胡扯 我跟你讲 没有人去顺从 所以习近平非常傻 但是习近平 现在的利器什么 就是炸亚老百姓 为什么能唤醒 领导老百姓造反 这是谁 就是知识精英 知识精英里面 有个群体 就是记者 编辑 律师 所以习近平很害怕 你看这一两天 这个德国的外长来了 是吧 和这个秦刚俩 叮当叮当 吵架 回去了 非常强硬 德国 总共不敢动德国 怎么办 敢动许燕和这个 余文胜 又抓了 这是刚刚从媒体上 看到的消息 维权网 还有法国网 都报道了 看这条消息 令人震撼 习近平又开始抓人了 是吧 为什么抓他 就和这个德国 这个外兵来有关系 这篇文章讲啊 这个中国人权律师 徐文胜 和这个妻子徐燕 被强加罪名了 讯息知识 抓了 压在北京八角派出所 先传唤 后来失联了 今天有朋友 接到余文胜儿子的别话 说他爸爸妈妈 被刑事拘留了 两个都抓 另一个消息来源讲 余文胜和徐燕 他是四月十三号十六点半左右被传唤到派出所 就是他回来以后 他出去以后干嘛去了 就是要 德国外长 贝尔伯克要访问北京了 他好像他要前往大使馆 结果被抓了 对中国人权状况表示关注啊 传出余文胜和徐燕被拘留的消息 那么欧盟驻中国代表团 四月十四号在推特上讲 余文胜和徐燕在前往欧盟驻华代表团的路上 他可能代表他来了 是要搞一些活动 邀请他两个人去见见面 中共就害怕了 害怕他通过监听电话 像他们这个电话 都二十四小时监听的 你就是没有这个事 所有的老百姓电话都是监听的 只不过是你不是敏感人士 监听你也不知道 明天的电话呢 声音都不正常啊 都是有那个人输人的听 他分两个人 两个系统监控 一个是国安局是偷听电话的 这个 另一个是国保 国保是跟踪的 不论是公共跟踪的 还是这个就是国外还是国特 还是国外还是国保 他们这些人呢 都有可能是从外地调来的 让你根本认不出来 因为他三十一个省市 都有这个部门 坐飞机执行任务 啪就坐飞机来了 执行完任务又回去了 所以让你 搅得你找到北 这个我还有经验 我从06年放了 到09年 几乎天天还能打交道啊 而且他们有一些人 都和我的朋友是朋友 俗了我都知道了啊 他这篇文章讲说是 不仅是他 王全璋 王宇 还有包龙军 都被转禁了 在上个节目我讲到了 王全璋也是 他为什么这么怕这些人 这些人是领军人物啊 因为老百姓对中共特别不满 老百姓要造反 要形成运动 领军人物就这些人 这些人有知名度啊 有经验 尤其是余温盛人物 坐过牢的人 他什么都不怕 你比如我老江 你再抓着我 我脚化大大的 以前咱不懂啊 人一胡 咱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现在咱终于明白了啊 这个中共国这一套 这个套路 一般他审讯 你这都放了 是两个专案 两伙人 一伙人假装子 和风细雨 可慈爱了 哎呀 你看你 你太太都和咱是朋友啊 你爸 我都认识啊 我咱们领导 和你爸爸 以前都认识 你在里边 也没有办法调查 他讲的可 瞎扁嘛 是吧 咱们为了挽救你啊 也心疼你 另外 都告诉家人 都准备好了 听说你能喝啤酒 啤酒都准备好了 讲完就完事了 咱也回家了 咱们还有事的 签完字就完了 这一伙人叫 叫右供骗供 另一伙是什么 又蹦又跳 又吼又叫 他入狼是虎 长得五大三粗 以后要打 以后要跳 他就两手远硬 折磨你 直到你屈服为止 稳扎后 你再找到就没有 他换人了 因为他全是全国 三十一个什么地 这些去游的是地方 西藏掉一批人来 走了吧 宁夏也来 宁夏完了 甘肃也来一批人 直到你这时候倒下 太狠了 共产党厉害 所以他为什么警惕 于文森在这里 你看他这篇文章讲 我们要求他们无条件的释放他们 这是因为欧盟 欧盟知道了 已经向外交部提出交涉了 因为他去接欧洲代表团 欧盟代表团的人 说坚决反对这种不可接受的做法 维基百科介绍 于文森六七年出身 北京商务律师 以前他是做那个商务的 很赚钱 他为什么做敏感案件 他就为了推动中国的进步 他是很有精神境界的 他代理了多期法轮功学员 和欧盟求大抓捕 律师的案件 那么18年 他那个律师证注销了 注销就没有工作了 还倡导宪政民主 他要求就习近平下台 当年4月19号被控三点罪 我老江当年也被控三点罪 这个罪重 一般都判十年左右 家属忧心 他的劳总遭出酷刑 美德和多国呼吁 要释放他 那么这个国际特资组织呢 呼吁营救这个梁写凡 在这个当时德国的总理默克尔 在18年5月24号还建了徐燕 说2021年呢 余文森获马丁恩娜尔斯人权捍卫者奖 那么有人会问呢 他为什么你看有的不让见 有的让见了呢 这就是默克尔 默克尔好玩这个 就是他比较亲共 所以共产党也给他面子 这都安全部肯定在寝室了 寝室说他要建这个徐燕 云不云是接 哎呀让他见了吧 德国和咱们关系挺好的 见见吧 反正也没什么大事 共产党事不就一句话吗 都是王晓鸿请室 请室洗一瓶洗一瓶 说默克尔 这个你别说默克尔 也有他的特长 他特长就是什么 他比较柔和 比较亲共比较柔和 这个案子今天是很大 海外联系的关注又刷了 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判 也可能压一段时间就放了 因为他这个是 刑事拘留不能超过28天 也就在一个月 他俩可能在分别关押 我想他不至于两个都判刑 但现在这个刑事下 习近平想这么狂吗 统治基础这么脆弱 有可能再抓 再判 那么余闻生就比较危险 不知道他该加什么罪名 他又想梳理一个典型和标杆 就像今天早上我讲到的 搞这个国家安全教育 开始抓特务 抓特务不就梳理两个典型 一个是就是真正的特务 他就找了一个人 说是出国留学以后 让西方给他捅干了 让西方给他拉拢了 出卖国家机密 等等等等 今天人民日报 我给大家 刚才这个打开人民日报 已经看到了 人民日报今天 有一题也讲到了 讲到就是中共 他奖励这一方面的人 就是在这个国家安全方面 他树立典型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为下一步 这个做好准备 他奖励了一些什么呢 积极配合国家安全机关 整人这么些人 他搞了些典型来忽悠 在上个节目 就是我给大家讲了 什么具体举了一些案例 案例网上网上都有 你比如说 他这里讲到的是 反恐宣传 从理论这个角度来讲 洗脑的角度来讲 然后他又举了一些具体撕裂 哪一些人就是获奖 有些人为了在安全领域的 这个受到奖励 这奖励不要 不要包括这个名誉 和这个什么 和这个金钱上奖励 你像大连舞就出现举报 又开始举报 这个所谓社国家安全 发现一个什么间谍器材 到底是不是器材 我估计不一定是真的 中共能忽悠啊 那么这一次 他可能也要选择一个典型 抓的典型 让老百姓闭嘴 这是应该讲是这一两天 刚刚看到海外的媒体啊 美国之音呢 其他媒体都在呼吁 这个关于云文森这个事儿啊 也就到了一个月 他就叫通过检察院 批捕批服 批捕这个事儿也好 还是不批捕 都听命于谁 听命于这个西西班 而不是什么检察机关 公安机关是王小洪 检察机关是应勇 判的是张军 到了那个监狱是贺人 这妄法追溯成了一条龙了啊 你看今天维权网发的 咱们发了一篇文章啊 是刚刚发的 就是报道余文森的事儿啊 说是 2023年4月15号晚上 超过七个警察到余文森家去了 向他18岁的儿子宣布了 就他爸爸妈妈都抓了 不给书面文件 也不给也不允许拍照 把家抄了 在未出具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呢 带走了一些私人物品 就抄家了 就像我家抄了三次 而且有一些什么字画也都没有了啊 这都是波起来当年搞的 但是现在还是习近平时代一样 你看这个许燕 这个这次和的是他太太也抓走了 你看现在徐志勇不抓了吗 抓了李翘楚也抓了 李翘楚是女朋友也抓了 这表明习近平很疯狂啊 搞不好他又树立一个典型了 那么这里就讲这个 这篇文章详细的介绍 这个余文森的个人的简历 其中还讲那个2014年 他曾经被评为 北京市市警三律师协会的代表 因为14年时候 他是习近平刚上台 说14年9月17号 印前往黑龙江牡丹山卡州所 要求会见当事人 那个时候他是为法轮功辩护 当时被抓了 18年 他后来又被强下罪名了 如果这次在坐牢的话 第二次了 所以外界现在在为他护约 这篇文章图文并茂 现在就生他小孩自己在家了 只要等待 最起码28天 28天我估计他的太太 文文当当会回来 但是余文森很难讲了 这习近平现在特别的疯狂霸道 你看这个徐志勇和丁家锡 判得很重 判施多年 李乔首还没公布 这个就表明习近平知道 中国共产党前到今天 统治到了最后的时刻 就绝对不能让这些领军人物 这个有出头子 因为这些人将来就是国家的栋梁了 是吧 你看那个包括美国 加拿大也是很多的总统 都是律师出身 说习平害怕呀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另一篇文章 就关于楼市的事 这是很大的事 北京罕见松绑 楼市已经乱套了 中共现在复工复闪 楼市价格略有回升 他说现如今跟房地产 IBR的新闻都不咋样 习制龙头老大就是恒大 融创在忙着债务重组 但是呢 最近这一两天呢 这个价格开始有些变化 他讲到这个过去的第一季度 很多城市的二手房成交量相当不错 北京二手房的网签超过4.5万套 上海超过51.1万套 成交超5.6万套 就很多人卖房了 他说这个 他讲北京楼市爆发点 其中在2月和3月 其中2月份成交是1.5万 3月份成交2.2万 你包括有些想rent to 这个机会好了 赶快卖了 卖个大价钱 是吧 你家在上海北京一套房子上千万 你卖完以后在加拿大买好几套 在加拿大买个大house 也就是一二百万 是不是 而且一二百万永远产权 永远是自己 那个大后院多漂亮 是不是 而且你在这里安全也没有任何什么人来欺压你 是不是 这后院就是你家的这个 绝对你的小王国 啊 你要在美国你经营后院不打招呼 人家可以开枪 加拿大安全一般来讲 枪支很少啊 但是加拿大的就是房产是最值钱的 真的 我就深深体会到啊 你说 再次买了房 我昨天又说 哪一个不是这个这个赚了钱 个个都是梦里笑出生 躺着赚钱 你住在这里 他每天都升值 是吧 那居住环境多好 那人天停在车上 你看这昨天又说 加在门前最少两台车 啊 有的有的三台 四台 一台 你这里老百姓的生活 一生人没有 真是国太民安了 真的 路不时宜也不比虎 当然有的社区比较乱 我听说啊 出现盗窃什么 比较少 大部分非常好 什么原因 就是民主和法治 我终于明白了啊 共产主义的加拿大 真的 你看这里 你在往湖边那边走走看 那大宅五六百万 那上千万都有啊 你看那小孩过的生活 是不是啊 你再看中国 他就他怎么说 他就不确定性 招不保息 你像这个余文森 都是以前成功人士 他只是他有理想和抱负 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的物质待遇了 有一些律师啊 他可能就准备走了啊 好多人运出来了 这里讲的房地产 因为房地产是中国的火车头啊 经济的火车头啊 他说北京热度持续的将近一个半月 进入三月下雪以后 看房的人开始渐渐少了 楼四行情基本上随着三月的终止而结束 就有点小的下跌了 当然这楼四回暖给北京留下了一点东西 什么东西呢 一北京二手房挂牌量 从二二年的十月 得十万套 悄然上涨了什么 三月份的十一万套 就很多要卖 第二 二手房的挂牌价 二三年一季度上涨 环比上涨 百分之一点二 同比上涨 百分之三点六 其实机会很好啊 因为就是你变成你自己的经济成果了 那就行了是吧 那音乐人聪明的 我遇到好多北京的上海 尤其上海我见到好多啊 他说在上海他的房产就两三千万卖了 说后来在美国买了两套 一套自己住一处租 整天就是愚公 可牛了 在这个后院游泳 大游泳吃 那生活 是不是啊 再也不用担心什么 这个什么国保管 是不是啊 这里警察是为人民服务的 你确实不一样 真的啊 而且财富啊 你知道合法用也是自己的 那么这个 在中国不行啊 现在看来这个房产 这个情况啊 略有一点回声 他讲 他说北京市啊 楼市一季度的成绩 之所以这么亮眼 主要还是之前累积的购房需求 几种释放出来了 对不对 他说大量刚需进入楼市 消耗呢 啊 损盘呢 这一轮小阳村行情持续并不长 购房者释放了一波之后 楼市就归于平静了 啊 他就分析整个楼市的整个的情况啊 他说信号已经出现了 比如什么呢 现在的楼市已经相当乱套了 而价格倒挂的现状 也不会持续太久啊 但有些城市我看不行啊 有的人买完房贷款很多 最后是房不断的缩水啊 还有些人在抗议等等等等 我不详细讲了啊 直接讲讲他这个文章很长 最后的结语 他说呢 经历了前几年低谷期啊 市场信心被打到了谷底 就业很难 降薪却很容易 很多人的日子不好过 物价涨 生活成本增加 工资一点没涨啊 前几年离开一线城市的年轻人 陆续回流 说白了 就业形势严峻啊 外富的机会多了 本地人也会溢出去 外富机会少了 人才就赶回了一线城市 对大部分人来讲 买房的还是有钱人的游戏啊 他说 但每个人都明白 一线城市一套房 可能会是自己中期一生盈利 价值最后的一次投资啊 他很难拥有 但又值得奋斗啊 确实是这样啊 好 谢谢 再见